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利米书第37章 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加 代替约亚庆的儿子格尼亚为王 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立在犹大帝做王的 但西底加和他的臣仆 并国中的百姓 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 西底加王打发士利米亚的儿子尤甲 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藩亚 去见先知耶利米 说 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 我们的神 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 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求在监里 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 那围困耶路撒冷的迦勒底人 听见他们的风声 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 耶和华的话 临到先知耶利米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由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 你们要如此对他说 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 必回埃及本国去 迦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 并要攻取 用火焚烧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自欺说 迦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 因为他们必不离开 你们即便杀败了 与你们征战的迦勒底全军 但剩下受伤的人 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 用火焚烧这城 迦勒底的军队 因怕法老的军队 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利米就砸在民中 出离耶路撒冷 要往遍亚敏地去 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 他到了遍亚敏门那里 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 是哈拿尼亚的孙子 是利米亚的儿子 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 说 你是投降迦勒底人啊 耶利米说 你这是谎话 我并不是投降迦勒底人 伊利亚不听他的话 就拿住他 解到首领那里 首领恼怒耶利米 就打了他 将他求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 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 耶利米来到狱中 进入牢房 在那里求了多日 西底迦王打发人提出他来 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 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 耶利米说 有 又说 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 耶利米又对西底迦王说 我在什么世上得罪你 或你的臣仆 或者百姓 你竟将我求在监里呢 对你们预言 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 现今在哪里呢 主我的王啊 求你现在垂听 主我在你面前的恳求 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 免得我死在那里 于是 西底迦王下令 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 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 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 这样 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 西底迦王只能私底下偷偷招来耶利米 也无法直接释放他 这表示当时西底迦王 已经被那些反对耶利米 坚持抵抗巴比伦的官员和百姓们所挟制 他像一个傀儡被操控着 无法刚强起来 跟随神的旨意 亲爱的朋友 西底迦王一直很顾忌人的想法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很可能是因为 人是肉眼看得见 而神却是我们看不见 也摸不着的 但我们真正必须在乎的 到底是谁的心意呢 相信西底迦王的经历 是对我们生命很好的提醒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爵叔 求你赐给我刚强的心 在凡事上都能以你为我的主 活出合乎你心意的生命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有一颗刚强 勇敢并且爱神的心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